两辆轿车即使进到巷子里 直接停在路中间 车上下来好几名身材壮硕的男子 直见他们一群人表情松横 双手各拿一把开山刀 走入人群寻找对象 接着看这一名白衣男子 一群人围着他出脚猛踹 明明都已经跌倒在地 还是把人拖到路中间继续殴打 但一听到有人报警了 瞬间尿受散 被害人一勃勃走到路旁 附近民众全都吓坏了 原来会这么大阵仗 全都是为了债务纠纷 黄信主贤和前女友分手约三个月 却迟迟没有把三万块债务还清 遭打的白衣男为了替女生出头 找了一名朋友 相约对方到新北市芦州要讨债 没想到主贤一口气 就带了五名扼煞赴约 各个手上不是电击棒 就是开山刀 到场后直接朝对方猛踹 甚至拿刀拍打 造成他头部脸部红肿受伤 其他人是亲友吗 跟哥哥亲友 老板 那是他老板的儿子 女儿 女儿 对女儿 周到邻居见状报警 就连救护车都赶抵现场 还好出头的黄信被害人 没有生命危险 最后主贤一行六人都遭逮捕 只是才晚上九点 一群人就在巷弄叫嚣 甚至手拿开山刀 下的附近住户回家路上都会怕 新闻林光正苏佩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都会订队 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